只要你光看我反白這一句的話 你以為他在講話 整個中途沿海大城市裡頭的女孩對不對 其實你是不是也在用天字環年紀事實啊 第五招翻一下還沒轉到嗎 以後上課前在那滑手機的也蠻多人嘛 為什麼不先拔九陽神功七星大法正背好 今天都要我切換給你看 被動成這樣到底你是學中文學這樣 你看老師講第一招 這段句沒說啊 對不對 第五招天字環年 大城市裡面的女孩 你聽了裡面的嘛 你怎麼讀這一句 可是他原句是這個意思嗎 你看白話我看似懂啊 他有些比較難的句子為什麼 現在文學家喜歡照 你看這個句子多長 整個字 我們還不算句號 然後一個 尋起來他就會寫了 三 蛤 三十七個字 喔 是不是 那讀這種句子怎麼辦 你叫他去看他關鍵字嗎 叫我改你們做而已 我會錄音給你 我會錄音給你 我今天又有新招了 就像 課程攝影 對攝影師 不要直的啦 橫的 傳YouTube比較 對不對 你自己要改進 還有 我看你好像精神比較不好 你起來走動 自己要抓鏡頭好不好 OK 那我會多問你 你可以跟我對答 不要光看鏡頭啊 看老師啊 鏡頭不會偏差那麼多嗎 不要那麼累 攝影師為什麼可以免死金牌是這樣嗎 我是放在那裡 我拿個架子自己拍個好了 因為他一定會在聽課 他也不能睡覺 是這樣啊 講這個道理的 不是喔 就是 那你拍得越好越容易 你可以起來走動想睡覺 走動不是這樣打刻 因為你拍出來全天下來看 嗯 對不對 到時候你拍得不好 這樣也可以破 是不是 你們不愛看是你們的事啊 而公開在那裡就是 那大家也看到 老師上課的情形是怎樣 學生上課的態度是怎麼樣 雖然很少照到你們 盡量沒有 有時候我照走到後面 你就拿樹的只照到我 盡量不要拍到你的同學 我這就乾脆不要照 你就照黑板 然後名單 給名單也是好不好 大家要注意啊 要攝影師幹嘛 拿個架子就好 就像取鏡頭 然後累的時候自己跑一跑 你要把這個關鍵字抓出來 把那個多餘的 冗長的砍掉 你就知道你這一篇句子 合不合文 合不合邏輯啊 他要講的是什麼 是沿海大城市領海嗎 他前面這個是什麼 他前面還有上海 或合邏輯 所以一定都是最穩 整個中國 所以他其實這句話只有什麼 上海 他其實只有這個 為了提早開花 你看 你看 為了 為了 而提早開花 那後面為什麼還有中國真好 沿海大城市 沿海大城市 沙海出沿海大城市 是 對啊 他只是沿海大城市的代表 因為他最大嘛 老大嘛 所以是他 就代表其他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女孩是講什麼 是不是所有沿海大城市裡頭的一個 上海市沿海大城市裡頭一個 所以沿海大城市是修飾沿海大城市 這一樣的女孩 上海也是 他是拿女孩來形容上海是女孩 這叫什麼手法 這叫戒慾或者隱慾 他不是名譽 他不是說上海像女孩 他有沒有寫書下 他偷渡的 所以這種句子為什麼容易看錯 那你要學方法 我怎麼看得懂 你看神劇 絕對被他弄得眼花涼爛 你抓關鍵字嘛 他到底這樣 是不是上海 甚至你在家的詩啊 把動詞抓出來 這哪一招啊 你看 剛才叫你先準備好 第七招叫什麼 動詞把它抓出來 等一下要主食啊 你抓成沿海大城市女孩 變成主食是誰 是女孩對不對 你是不是就第八招弄錯 順手生的九陽神功啊 那你都不肯這樣 每次這一次抓錯主食 現在是新年快樂也抓錯 為什麼要一個石頭 把你絆倒好幾次還學不關 所以跟你講這些招數提醒是 欸碰到部位的時候 有沒有想想哪一個關節出問題 這九個關節你哪一關沒過 對不對 關關難過關關沒過你當然不會啊 九關你都試過了OK 還不行 那你剛開始可能掌握不住什麼 就要先抓動詞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這樣 你就去體會 喔喔喔 這一題還是主食弄錯嘛 你弄成了女孩 連海大城市女孩幹什麼 變成主食是女孩不是城市的對不對 對啊 他是男女孩的比喻城市 我最近他三次終於比較早藏給我 所以你還盡量不要坐在同學後面 我他會打課睡都照得好清楚 對啊 而且人家在看 是的 雖然沒有照到臉對不對 印象就不好啊 大學生上課在打課睡 跟各位講人在座天在看嗎 我為什麼敢拍 你們敢給人家看嗎 為什麼不活的正大光明 那不是我自己在這爽 我當然上課想了恩便 我上課當然很亢奮 那你為什麼上課那麼頹廢 不是大家頹廢對不對 因為你都只聽 換成我聽你也會想睡覺 那有意見就要發扁 對不對 想說什麼就講出來 我從外面有說不准講話 不能聊天而已 要講課內 那你都不可以講 就是我在講 當然只有我亢奮 我做學生做那麼多年 我四十幾歲畢業 所以我不是畢業才開始 我做學生 之前我都是做學生 所以我當地三年半 全三年做學生 你做學生有多 我比我幾年多嗎 從幼兒之園 托兒所幼兒之園 讀到博士 我中間沒有向你忙 還出去打工 還怎麼樣 他讀書的時候 我沒打過工 我是職業的學生 所以才能學得好啊 不要想到打工 你打工幹什麼 除非家庭經濟真的有必要 通常有一半的打工 是為了自己 然後賺給你 你用錢要看什麼 現在賺這種小錢 我就會想 為什麼會投資自己也賺來 你看我畢業之後 就被抓來教書 你什麼 你讀得好嘛 教授佩服你嘛 學校有缺 當然先想到你啊 對不對 我會投資 我講那個是以我 是以為你 我多標榜 沒有 其實我早就不想 可是你這樣至少有一條路走嘛 留在大學交稅 這不差的路啊 社會畢業也不差啊 沒有任何種 我也沒去跑 西班也沒幹什麼 畢業 我也沒去投資 老師就直接說一題 要不要 老實說 主動問了你 會說不要 人那麼屌 我還知道 還不敢跳到這樣 主動上門的禮法 不要 除非你還有更好呢 你們 何必把那些精神討厭 打工呢 剛剛跟你講 你看人家會上課前 準備好九昂神功 人家花 鴨子滑水 努力學 同樣一班課 為什麼每個人學到不一樣 大學比的是誰會學 我是誰來上課 誰就好 你會學 你學得多 你就 以後就outstanding 你不會學 只是來著應酬的 就是庸庸泛泛之輩啊 你用講那麼多錢 你要會把你的錢 有最大的投資報酬率嗎 上海市為了 你知道嗎 上海市為了 而怎麼樣 提早開花 那一樣啊 這個城市怎麼會提早開花 這是文學語言嘛 既然講到女孩 為什麼扯到花 十八女孩一朵花對不對 女孩也用花來比喻 再來城市也用女孩來比喻 那城市一樣可以用花來比喻啊 這是用不同性質本質的東西 就叫比喻法嘛 對不對 女孩怎麼可以跟上海拼在一起 一個有聲音 再來 回到科學的城市也很通啊 一個城市的主角 當然還是裡頭的人嘛 可是一個城市可能只有女孩嘛 當然不會嘛 再來 你不小心抓成女孩了怎麼辦 帶回二座第九招 來 誰滑手機 沒有啊 叫你準備好 叫我這樣 我是熟了 當然我就在腦袋就有啦 你不熟 剛開始要記得 騎腳踏車要裝輔助人嘛 你要學我這樣不用看 就想得到 也要 也許一年後兩年後嘛 剛開始不熟 你要先裝輔助人騎啊 他就不肯 輔助人 顯然永遠不會協會騎腳踏車 是不是 因為要老師 我那麼多學生要去佛 我怎麼可能一個一個幫助 這要上學 我提就是有道理的 叫你啊 現在帶回二座 你想要看二座是什麼 是不是 作品裡頭 講到現在有講那個都市裡頭的女孩嗎 沒有啊 這裡怎麼會突然直講女孩 你就要知道這個答案會有問題 這也是第九招 帶回二座可以幫助你獨隊的 現在這一題就是你抓錯主持 新年快樂變成新年代快樂是不是錯了 這裡變成女孩 這錯啦 這城市 它是上海型不是女孩型對不對 對啊 主人就不會抓過 新年快樂當然是人快樂 你變成新年快樂 原理是不是一樣的 不能新年快樂那也會 這裡不會啊 所以你學 學文章 那麼多文章你怎麼學得完 你掌握的要領是個 好多篇都是這樣 你掌握 主持不要抓錯了 下一篇你也知道主持 為什麼會覺得怪怪的 人家會怎麼樣 對不對 你就主持出問題 這就是第八招提醒你 當然你不一定要照我這個招數 可是我們上課總要能夠溝通 所以給你這個獎密 我們還好溝通 對不對 有時候省略就像你考試一樣寫個八 我就知道你要寫什麼 你或是要改成第一招隨意 對不對 或是其實會跑掉 主持抓錯 就會造成讀錯 讀不懂的現象 這樣就知道了 以前啊 他為什麼要拿這個比喻 一定有道理 人家文學家 就像你今天寫作文 一定 為什麼能讓他比喻 淫法著為什麼拿淫形龍頭髮 彥均 不理我會找別人啊 你啊 要你快一點 錯沒有關係 我不相信你們毫無概念 害羞當然又我就不找你了嘛 對不對 有些時候我不想不習慣大聲講 反正條件發發送 可是你可能跟我對的啊 對不對 那我就找你啊 一開學當然大家要公平 現在那麼久了 我想每個都給你機會了 不要 然後只要找得理我 很便宜 上課講錯了還加分嘛 又不是考試 你講對了還來上課幹嘛 你就講你的意見就好了啊 你講出來我還知道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你感覺你想還對不對 你覺得自己就一定是錯 因為我不是沒奶 협 認好的東西也是考上大學的 對不對 沒有一定的程度啊 怎麼樣 為什麼拿淫法著為什麼拿她 迎來席龍頭髮 違う她的可能性 假不出來隨便講 不要害怕 臉都 profit grand 我也會啊 會做老師 學生也會這樣 可是你認識我那麼久 我是那種老師嗎 應該不是吧 我應該一直有點行駕告假隨便 平常上課只有其中考案做 還有什麼放不開的 我就搞不好 你到底要怎麼樣你們才能放得開 我以前也是要跟老師對打開哀愁 或者怕被別人打開笑 心裡頭那個狂鬥 也是會臉紅耳熱 會害羞 就把他殺出去管他那種 沒關係啦 反正我還會一直問你 只要問到你 想不到就講了 為什麼銀髮書和白也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都有白的特性 顏色上的特性 它是不同的東西銀是銀髮是髮 所以這叫比喻啊 可是比喻有個特質 他常常不是拿全部來提對不對 拿其中部分的特性 那女孩跟陳志有什麼特性 絕對不是生命不是肉體對不對 不是身材 是什麼 是不是也會成長 夫婦事是不是也會成長 對不對 會從年輕變到老啊 他取得就合性嘛 那為什麼要講女孩 因為女孩怎麼樣 給人家印象比較會追求時髦對不對 愛打扮 男孩比較不是 雖然現在世時代男孩也有花美男 還不是主流嘛 所以人家比喻到他拿一般的情形正常 就像可能在講戀愛 雖然現在同志的聲量很大 還是要以異性戀為主流嘛 主要的嘛 就好像剛剛我們講的 難道先抓主持要第八招嗎 你也可以是第一招啊 那現在為什麼這個主流好溝通 是不是這樣 語言又溝通 用這樣才容易理解他到底要表達什麼 再來第一個帶回二座又來了第九招 小楊成功 作者是女性男性 你看他下文 你們這個上一次念過了嗎 他覺得他的年齡是不是要往前挪 意思就是怎麼樣 一下子也把他老了對不對 往前挪你媽媽的年齡是不是比你往前挪 意思就是他老了 我也是女孩 可是我來上海我覺得我是老人家 上海這個年齡城市好年輕喔 我快要趕不上他 他後文怎麼有提到這個 他趕不上他的什麼 節奏對不對 看到沒有 所以這個都關鍵字啊 我沒標出來而已啊 看這裡不成節奏 這是他的速度感 對不對 超速的生命力 好壞 成長好壞 大家都往前追對不對 把以前的人文駕駛 以前傳統的精神價值文人豐碑 那個 寧願跟同學聊天不肯跟我 可是他沒有吵到上課我就不管你了 我就點到你位置 因為跟同學聊天不知道你們聊什麼 喜歡講話講啊 那你覺得上海他為什麼拿來鼓勵 那為什麼這20歲 一世故的如278歲 因為通常18女孩一朵花馬花樣年華 所以他20歲 那20和278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不早老一點的 他這裡當然要形容他年輕不能講歲數待大 至於為什麼是20和278當然只是敘述 科學語言真的是20和278 他只是講說實際上是20的表現出來 讓你打扮他的打扮 他給你的感覺就好像老了八七八歲 就像他前面都世故的 男性世故 你知道他為什麼寫這些啊 他們判責做神之友的想怎麼 生日的命 他們是誰 那考試就喜歡考這個你會讀錯的嘛 像你去考托福樂不吹演師這樣 帶名詞帶誰 女孩嗎 欸他是他啊 女孩啊 蛤 對啊 因為上海已經 城市已經被比喻成女孩了 就他們在禮拜天是哪些城市 哪些城市 中國沿海的大城對不對 我也追求這個現在文 他們和這座城市哪座 不過你還以為女孩跟一個有城市比好習慣 當然是同類的東西才能比嘛 因為他前面也已經把女孩給了城市了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是不是讀到後文了 這就是 你看我們解王分成功叫你們要去划 歇歇納法都有一個什麼 上下文 你有沒有看到不要顧列這個啊 這個沒有編號的 因為上下文 為什麼最後一招 終極招要回答的時候 二招裡頭有一個叫做一個上下文 上下文才能約束你讀的對和錯啊 對不對 你讀到這個 確實他這個女孩他們都是講 城市或是女孩吧 對不對 不是女神 不是女人啊 拿來比喻做城市 他主體主持還是主持嗎 還是城市 這樣你就不會讀錯啊 你看星星大法也是有上下文對不對 為什麼 星星大法最大一顆心就是上下文 你不能脫離原文去讀 來攝影師加油 可以起來抓到鏡頭啊 好不好 你如果真的很累自己要調整 為什麼常常這樣 是前一晚上還是自己有什麼事 還是打工 真的很累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你就起來走 既然是攝影師沒有這個權力 精神會換起來 等一下上課也不會那麼累 可是假如真的體力透支的話 當然就多休息 等下上課可能更沒體力 可是人有兩種 像有時候我兩三點睡不著覺 我會覺得隔天會可能會沒精神 這是未必耶 你是一直做實驗看看 我最近這幾天就有 晚上九點睡覺就三點就起來 可能還想回去睡 感覺精神滿好的就起來做事 也沒事啊 有時候就會心理因素 可是真的生理撐不下去 那一樣你現在很累 也許這樣動起來 等一下反而有精神 未必就等一下更累 可是這當然只有你自己最知道 我只跟你講 這個都是科學事實 不是喔 對不對 你這樣也許 起來走一走拍一拍 你又可以拍得好 對不對 你拿麵十字平歸 你自己精神又可以換起來啊 不會還那麼穩 所以你人家的科學也有幫助 你就看著 真的體力不好你就多休息 對不對 不是的話你就起來走一走嘛 抓鏡頭 如果椅這種又拿椅是用沒用來怎麼樣 你看鎖椅的椅 你學會了到處都看到鎖 有椅對不對 我們讀到這邊百萬 還有鎖還有椅 我卻退化的年齡 有忽略的前面年齡網全摩 這兩個黃色塊的是不是就是忽異了 對不對 然後說話的細弱和應對的緩慢 有沒有看到心思就是感冰主 感覺他的tempo就比較慢 節奏比較慢 這層次的步調比較快 那請問他眼下的事情他是贊成慢還是贊成慢 就是好像今朝不同 王岐是贊成放浪行還是 不是物言語詩 他自己都放浪行還 他會贊成物言語詩嘛對不對 這不是一樣 他如果不贊成tempo慢 他幹嘛做這樣的人 他是衛君子對不對 他會做一定是自己覺得對的 自己才會做嘛 誰那麼變態覺得不對的來做 即使壞人他也覺得他做法也是對的 他覺得他要這樣做嘛 是不是 所以認格分裂 其實這裡就慢 前面有靜對不對 歲月靜好 是不是有了 其實這一天喔 你看我實境修讀的背課的時候 你看你又開始有精神不好對不對 所以要多講 你聽我講 就不會 就會這樣 你講就不會啊 你看我就沒有眼皮掉下來 雖然我昨天十歲比較飽 精神不正 他其實還是跟上一課 近照不同 那個竹子差不多 他是講兩個 你看上台速度快 什麼就是哪一種照 對不對 照不動 可是他要慢 冷靜 這種慢也不是光表面上 他是從表面上 也是快 內心呢 那不用講了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想要追求時髦 你的內心如果平靜的話 哪個廣告可以打動你 你一定覺得 哇 那個好漂亮 那好棒 我不買那個就落伍了 會被人家笑 就好像你想講話的時候 會不會變猴 你顧慮的都是別人 你心是不安寧的對不對 你怕人家笑 你怕人家怪你 那你不去想像 人家怪的有沒有道理 就好像你看我也被學生怪不是嗎 這個孫子我在那裡是怎麼樣 我有理人家嗎 你做好自己嗎 不是我不理人家 真的錯我們改嗎 沒有 我不是就講嗎 你砸到業障 這禁不是故作鎮定 我砸大一點就是你看D卡留言這些 你把考卷拿出來比較好 這樣我心就安了 心就靜了 今天小孩真的是我變態 我當人家 我做壞事讓人心裡不安嗎 我什麼都做了 然後只是那些想要鬼混的學生在那謀罵 你要理他嗎 你要為這些人讓你心亂嗎 那你會被 上一次不是看那個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對不對 你就像那個和尚故意激怒你嗎 你變成他的偶 那這些學生罵一罵你就受不了了 對不對 他是抄偶之分你就被他抄了 你為什麼要被他牽動激怒呢 做好自己該做什麼 我寧願被那個上帝的神牽動 該做什麼我做什麼我管你旁邊的人怎麼煽動 那一樣 現在講這個經照不同 是表面上城市的躁動 內心呢 就好像剛剛講的城市裡頭也是有女孩 也是有人類啊 一個城市當然裡頭的居民都是這種追求時髦的 這個城市當然對不對 投出來的士長當然也要選那個追求時髦的 可是這個城市假如他都存活了 當然選出來的士長 我以後的領導市政的風氣也會比較那個 因為城市不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還是市民啊 對不對還是市民 但是有生命的不光是市民的肉體 你看清清道吧 最主要是什麼精神 他是什麼樣的性情形態 是靜的照 就會等 所以為什麼越睡越靜好 靜也是慢的啊 對不對 有人靜是動的嗎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跟上海不成節奏 所以來了上海先在哪裡 上海已經到了怎麼辦 所以時間 空間不能變就往哪 七星大法出現了 往時間去找 他這個言下之一已經講了 他為什麼 世界各處旅遊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先介紹作者 先回二座 他為什麼會來到上海 言下之一就講 你看他是不是尋找老上海 甚至呢 我企圖 這已經交代他為什麼來上海行啊 對不對 來了之後想要跟上海對談 可是現在的上海已經不是古時候的上海 你看 殘留的古人崩 我的那種心懷還有多少 所以他只能往更深遠古老的文化巢 掏去 這個掏你看 自行結構第幾招 第三招 都沒有人在看 我們就是看都沒有人在看自己啦 你們跟我一樣都已經擠在腦袋 他最好當然好 這個掏保網 掏空 是不是 我問你他為什麼要用掏字 你可以說我 靈魂卻往更古老的文化 挖去也可以啊 尋去啊 對不對 這叫賞蟹 人家為什麼用那個字 你就可以去想 怎麼想我都教你 這也可以用自行結構去想 你的朋友 那我想得到你想不到 對不對 我是靈感 我突然掏就想到那個掏 對有時候是靈感 可是靈感不可靠 當你沒靈感很慢 有時候方法會提醒你 你可以從這裡去想 我去畫面 因為文化被掏空了 他是不是才是更要去把 文化的根源給他掏出來 而且我說在口袋裡頭掏出錢 和拿出錢有什麼不同 好像一樣 一樣裡頭不一樣 所以叫博文科 掏出是比較 好像要用一點力量對不對 用一點錢 拿隨便拿都可以啊 掏啊 那掏一掏嘛 裡頭可能還有別的雜物對不對 拿到鑰匙了 不對我要拿零錢 對不對 掏一掏 我們說掏米洗米 要撿嘛 所以掏餅啊 還要費勁對不對 你用字 你用字 你看他前面引用杜浦 他喜歡杜浦 杜浦有名的就是詩生 他寫詩裡頭每個字都錘煉功聲 講半天 他自己寫完會隨便用一個字嘛 好況他這裡明明可以不用掏字 對不對 為什麼要用 你要學的是這個 不是記我的答案 為什麼會去想的一些 老師的邏輯是怎麼去想 然後去寫的 如果回到叫你準備他的校禪 我也要準備啊 才好切換啊 是不是 你就不要去幹整篇文章 或整個句子 抓到關鍵字掏 你就知道他這裡會怎麼這樣用 可能會有什麼言敗之力 或是深刻的反應 你看 上一次你們同學好像是星雲 反正不來啊 劉星雲 你看 你同學對不對 你說我要怎麼辦 分數也給他加 還想多照顧他 因為他之前真的不急嗎 這盪 盪理是誰盪了誰 我也不知道啊 科學事實大家認清一下 我們有課程錄影 自己不爭氣 誰要救你 多救他還是女生 還以為我跟他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我願意的更不得了啦 有沒有跟你看過這故事啊 你看MSN還知道什麼叫MSN嗎 別半人有看過 你看這個是你們學長 我第一年來教就是這樣你們學長 你看那標題是什麼 我們學長 這個版本 強姦大堆 不知道是哪一個 不知道是哪一個 哇 這裡有照片廠 不要照到人家 現在先不要拍那個 我叫你拍的拍那個 來啦 就是這個啦 他比較奸詐一點怎麼樣 他不會整篇口 有些比較笨 高中生 國中生有沒有貼到網上報告 整篇 新的報告整天貼給我 我第一年來教書的就是被了 各位偉大的學長給教寫 但是我講你也不覺得我教書了幾回事 可是那麼打擊 你就能夠想像嗎 應該那麼認真 改了半天 原來不是別人 他的文字是別人啦 整篇Copy 貼過來 後來我就看這個 成績好的有沒有問題啊 有幾句寫的特別好 感覺不太對的 就一查不然就找到了 然後這種孩子比較奸詐他怎樣 他是只取用幾句嘛 他在編成自己的文章 新的報告 是怎麼出去為不為害這份 我今天坐在這裡了 然後給他 我還不能當他 為什麼 就是我愛他 我那時候後來已經期末考結束了 我就發公告 因為來不及了嘛 也沒有課了 我就公告說 只要你期末考不及格 一定都死到 有抄襲的死到 期末考及格的就是你學習的 你給我數了 這位同學就來 你看他那個標題 那可能這裡沒有錄 怎麼講啊 不是這位嗎 這位反正他也沒有露臉對不對 只有一個人名 他就說老師他就來一封信了 老師你的分數怎麼樣 你是不是要腿開開的 裙子穿短短的才能夠 我只回他一句話他就不回信了 你做了什麼事你都不知道 自己不去想自己幹過什麼事 台灣會好嗎 十幾年前的 我第一年來講 現在是社會的中間了嘛 我最近Facebook還寫的 台灣怎麼會好 台灣靠誰好 靠各位啊 靠我啊 那我管得住各位嗎 不行 就只有自求多福 是不是 那我能進的能怎麼樣 把他殺了嗎 當然不行嘛 對不對 只能擋他啊 他又考80幾分 他學習成績七八十 我剛剛砍到60分啊 只能這樣啊 給他露下一個印記啊 怎麼可以作弊呢 寫報告要寫自己的啊 拿人家的文具來當自己的用 對不對 在學術界為什麼會爆發抄襲這些 對不對 有時候新聞都報 就是這樣嘛 你要用人家可以要註明清楚嗎 這是別人的句子 被人家發覺就是抄襲 其實只用一兩句也是 除非是很有名啊 己所不欲物事於人 你們說這是孔子說的 人家會不會罵你抄襲 會說抄襲 人家還反罵那個是笑的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是孔子說的啊 也不會是他 這人氣見識才可以不註明嘛 只要不是的話 當然要註明清楚 不是我的句子 對不對 奇怪那個人可能不見了 國文老師怎麼樣 啊 你們這個不就都是白話文嗎 你以為什麼是白話 你看就這個啊 怎樣在那麼後面 給你們看以為我在編故事啊 啊 國文老師怎麼樣 那為國文老師當然是孫某人嘛對不對 最好是這麼白爛啊 你覺得你老是白不白爛 那低咖那個小咖的嘛 是不是 成績都亂打啦 然後呢 說好不扣匡課的 對啊 到你們也沒有 我什麼時候扣你匡課 匡課當然零分嘛 這很公道嘛 難道匡課還能拿分數嗎 你請下來試試 對不對 大會留言什麼 來 看不懂 什麼叫大會留言什麼 飛機的機 大學生 國文課 台灣會好嗎 看一看吧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已經不知道是哪一位了 不知道是不是剛剛那一位 應該不是 因為剛剛那一位他好像 就叫小蕾嘛對不對 你看 成績被盪了 不好啦 就是怪別人 都不去想想自己幹什麼事 你想想看台灣 所以我現在看新聞都看得很了然嘛 這樣子的人培養出去 當然都怪別人 怪政府怪什麼啊 他就是不會怪自己嘛 殺到什麼事壞事做盡 反正沒他的事 都是別人不好 不是嗎 當然我們不是影片剛才前面講的 推廣過期的謬物 可是一定有這種人存在 那你這種人講的愛出頭的話 他就是商新聞 公眾人物還有什麼 所以我是很感激 來教室 其實我是萬般不願意來教室 是教室責任 是良心事業 反正原道了 去教幫 像我剛跟你講的 老師找你來 你能不能來嗎 他來了 不想教一個人 他殺了 殺了 只要只要撐到這裡 只是 教一年 裝一天合唱 裝一天都要禁止你的禮 而且換我這來教書之後 還要謝謝各位 我才整理這些怎麼走 好像神功欺欺那好 我的程度才慢慢提升 我以前讀模式還不是這個程度 我現在看好很多 你看我錄十一鏡修 我幾乎都沒有看到我真好 以前我哪是這個程度啊 我看三腦 我也是要翻字典 翻注釋呢 然後那種自信 現在你看幾乎都不要看人家三好五 你要學 學這個 我有沒有說我自己厲害的 我的常識 我傳你們 我傳出去來 跟人家說 這是我的 要照我的方式寫 自己去比 是不是該這樣寫 才是真正懂 言語利己 他也帶了你今天來考試一樣啊 到底是自己真懂的答案 還是被人家的答案 還是別人懂 來這裡 前面講靜這裡也是嘛 你看靜又出現了有沒有 然後急前面才講 你不要寂寞 對不對 是前面還後面 後面寂寞深厚是不是 有沒有 再來用後 這是第幾頁 這是第七頁 這是第四頁很前面 在你們課本七十二頁 有沒有 有一個你要我不要感到寂寞 寂寞是不是就是安靜 所以寂寞不一定是壞事啊 心理上的寂寞 古來聖賢階級沒有 我有贏者有其名嘛 你來的明君 可是寂寞又怎樣 像王羲之那時候 一個人 躺到肚蹄在那吃飯 他的兄弟都在物言一絲絲那裡的時候 他寂寞 親兄弟耶 可是最後呢 他兄弟寂寞 他不寂寞 他有我們陪啊 他是中華文化的支柱啊 寂寞是什麼 你在乎的是意識的表象還是 人家說真意識還是真前求嘛 是不是 那你求的是什麼 真的是什麼 是你去衡量 我沒說前求一定好 那你想要真實那隨你 可是你總要去想那個問題啊 不能是死在一點上對不對 提醒大老婆提醒你 不要死在一點上有臉注意的而已 來了 清渠禁渠 都是什麼 你們在這就不會念這個念渠嘛 這渠有兩個幫助你進 一個是換步驟 換成那個字 有一個成語叫通渠大盪 現在大學生還是要做這個成語啊 人家形容那種馬的文章 叫卡達格蘭大盪這一種 大盪總之道嘛對不對 卡達格蘭大盪 私底代道台灣大盪 有沒有 所以國文就是被這些消壞了 你知道嗎 我以前不是國文專家不敢講 都不跟你講 哪個字是通 那怎麼辦呢 你自己讀的時候會 通是這樣來的 哪有四面哈達 這是他天字還原嘛 對不對 通 那大他怎麼不解釋 原來通就大 這是哪一招 相對位置相關事理對不對 一二三四 單數對單數 雙數對單數 所以道你懂了 是道路 相對位置 四號是雙數對雙數 你就知道渠是什麼對不對 我放渠裡頭是不是也有這個東西 中間那個東西就是課文那個東西 改成兩個圖是什麼 你會念嗎 街道的街啊 這也跟像那種路有關嗎 就是從這個步驟行為 行人道的行道處的行 都跟道有關 他會這樣讀 你看這種解釋他都不跟你講這樣讀嘛 給你一個翻譯 所以你看五四運動你來推行百號 為什麼 教育普及了 國文程度就是歷潮最爛的一段 以前教育不普及 都是秀才對不對 那寫錯文章你們能寫嗎 教育普及 比如說讀書的那個素質 現在教育普及了 自己的母語 中文程度就是那麼爛 為什麼 小這種嘛 根本都沒有讀懂真正的原文核心 這是最後一堂國文課了 我給你講那個心嗎 心裡安的過去 所以這個字念曲 你可以用那個曲來記 又順便學另外一個 再來就是自行結構換兼步手 這一課一開始我還跟你講 白話文幾乎用不到這一招 我沒想到他還是用到 你看我這個切換很多說 就叫你自己要備好 對不對 自行結構裡頭有一個換步手 換成什麼步手 對 這個步 要嗎 床部 要嗎 肉部 左邊是肉不是月亮嗎 那是肉有換 什麼意思 你看喔 你用輕渠去查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跟你講真心 這才是真國人 不是跟科文講完就好 我會花時間 這邊就重點是以後你要自己 老師不在的腳踏車自己 自己騎游泳自己游 你以為我愛講這個 你看你以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請問清局是什麼 大家都這樣學國文當然就這樣 都不去想局是什麼 局是什麼 所以這個老師很會說文解釋 很愛說文解釋 為什麼 字是文章的基石吧 像磚塊 你磚塊燒不好 你敢來蓋房子嗎 你今天蓋我們這個房子 你敢去買那個磚塊嗎 來路不明的 奇怪了 自己文字都不好 又要開始賞悉文章了 這到底是哪一門邏輯都不知道 文字當然要先打好嘛 那你取 大家都不問取是什麼 直接問清局什麼 你就知道它什麼概念 它不是字的概念 它是詞或句子 你給我一句的翻譯 字不要管 磚頭管它的哪一個黑心商人製造 不要問 你把我房子蓋好就好 你敢住這種房子嗎 磚頭什麼來 來源是什麼 奇怪 這是哪一門邏輯 奇怪 那你取 你當你會這樣 以後碰到這個深藍智的時候 先自己想辦法去想 我怎麼想 我實際上有救命 我就想到換成肉部嘛 可是你將來智慧能力比我少 這就是各位X倍 不是第十招 為什麼叫九陽神功 因為第十招你們早就會了 大家都是用第十招背智慧對不對 智慧能力 典故能力背了 學了過了就會 可是你學過要會用 對不對 有時候呢 這個地方有用典故 你可能沒發現 所以才有那個第十招實權大部分 當你懂得那個典故也是要看 他可能在講些什麼 你不懂那要學嘛 要背 就好像生字換成肉部的 換成床部的 你不知道 是要學 你要背的是背這個 不是背清徐是什麼 是背肉部的徐 行部的徐 和那個沒有那個的徐是什麼 要背這個 或是背清徐 當你字都知道 組在一起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算不知道八九也不離十嘛 字都不去管 總是難怪錯別字那麼多 是不是 就是一大堆問這一種 不去問徐是什麼 那你換個符合像剛剛 來換個符合你看喔 就花時間跟你講就是以後會碰到問題 一定說大家學了國文 碰到國文你都這樣 好 查四點啊 我複製課本很興趣 你去查 沒有 好 老師說還有一本更大的 查啊 查看 國學大師就裡頭了 我和你大師也查 還是沒有 就不會了 你怎麼去想扣掉這個去查啊 至少想要先查單字嗎 就是不想 就單位最小單位指導詞啊 好 你看 你看他還問你是不是要查清徐 那假如你真的有聽國文老師 順手登的課 你要知道 這不就是換部首嗎 Google還那麼聰明 還問我是不是要查那個清徐 那你就知道點心 換部首這個可能是破案的線索對不對 你順心你還是德文心對不對 就一樣啊 這其實就是你們德文 英文那種字跟字首的概念嘛 對不對 一個字組碰到一個生字 他裡頭有這些原則 你要去背他可能什麼意涵 不要等到查字點了才知道 那已經第二期了 那肉了 那你要想哪一天沒有失聯 不要等到哪一天沒有老師在你身邊啊 那才是你真的本事啊 就靠別人 永遠靠霸毒 憤奧毒長不大 有沒有 成天吵得要長大幾位 精神能力上可能表示還是幼稚的 要吃奶的 好 不管 對不對 我Google那麼聰明 你看換成了肉物 好不好看 出來沒有 那就是 以前就是反正輕渠是輕渠 然後課本的輕渠是輕渠 兩個都相關 你猜也知道這個大概就是課本的渠 對不對 是不是 消瘦無肉帶回惡作 我是怎麼樣 我內心是消瘦無肉的 這個白癡也知道是七星大法對不對 肉體跟精神層次 拿肉來形容精神的狀態怎麼樣 沒有肉就表示沒有營養 他精神很貧乏 也知道絕對不是這個答案啊 那怎麼辦 再找啊 找什麼 隨便講一個 你查字裡也不要光看那個 有時候要看看例句 像你查英文字類一樣 看人家怎麼用 我問你 郭孝子見老和尚的輕渠面貌 顏色慈悲 老和尚是病菸菸的嗎 這時候輕渠是不是無肉 瘦巴巴病菸菸菸 是不是給你那種感覺 上下文 應該不是吧 所以這個東西 瘦是好的瘦還是不好的 好的瘦對不對 就是有點先鋒到骨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帶回中文英這裡 他不同牛和跟上海的那些 追求文明的人同流而乎的話 夜食千金 他是不是也是比較先鋒到骨派啊 答案就找出來不是嗎 怎麼辦 還要等人家幫你住上海行這個住解翻譯嗎 答案是不是你這樣找出來 剛好碰到這個問題 順便提醒你 有時候例句裡頭要看一看 一定都是文言文那麼難用 你就知道這個輕渠這樣用嗎 喔 帶回來 帶回後做第九招嗎 是不是 我內心氣體 這個輕渠 他這裡說瘦相對的是什麼詞你知道嗎 你們可能都學過 跟別班說的他學過 你們學過這個神秘嗎 腦滿潮飛腦滿有沒有聽過啊 沒有聽過 哇那不行跟剛剛通緒大道一樣 大學生要有一個神秘能力啦 智慧能力 形容寶石生日無有用心 壯盛的外表沒有實際的學問 成天吃的肥滋滋的啦 那做官的就好像可能有油水可以到對不對 每個都兩肥腿 就好像警察有些跑不動對不對 犯人也不能追了 有兩個肚子那麼大 看來八成都在吃光黑的喔 那給人家喜歡 其實他清白的這套形象就感覺不好 是不是 形容就是腦滿腸肥 腸肥就是肚大嘛 他不講肚肥 他寫腸肥 借帶肚 那是文學語的 你就會讀啦 對不對 所以他這裡為什麼用清渠淨渠 用渠就是 反正他乾淨 他不受外面的染污 他不會接受外面的不好的東西 把這癢肥肥的 滿滿的 這個是 這個詞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用 明明是一個白話文學家幹嘛用這個 這個很明顯不是白話詞 那你看網路上為什麼有人問清渠詞嗎 一定就是讀這種白話文 清天什麼就來問 你既然會這樣斷句為什麼不在這樣呢 你既然會把清淨淨解 那可能就是文學家他們用這個詞 剛開始 因為白話文不能這樣用 一定要寫這種誤會闖誤文 這個叫假戒字 這古文才能這樣 現代文學要不然再用假戒字 除非那個假戒字是很通行的 已經變成通用字了 我是很懷疑這可能現代文學家寫錯別字 然後語言有一個條規的雞飛誠詞 大家都這樣用 那不懂我就去問清渠是什麼 因為吃點查不到你們剛剛看到 原來就是部首出問題 寫錯部首 那大家接受就變成正確的 文學語言就是這個現象 你要學的是什麼 掌握了這個很多問題 你就是以為你解決 不要等老師給你答案 你發現有這個現象 以後碰到這一次 我就想是不是可能是這個現象點證出來的 對不對 要學的是學這個 他等一下有第二節上課來的 一樣不耽誤你修行好了好不好 我要點完幾句